Hello YouTube 大家好 今天我們來到家附近這個 mall 搞什麼呢? 就是因為 food court 開了一間新的新加坡 slash 馬來西亞菜 no hit 這個 mall 人們就經常玩一個美食沙漠 都是一些很普通 food court 有的連鎖餐廳 開了這間新的馬來西亞或者新加坡 是不是真的可以令到我們平常吃東西多個選擇呢? 我們今天就試一下這間餐廳 看是不是真的那麼好吃 還有一件事就是因為現在都聖誕節 很多 mall 包括 low hit mall 都弄了很多新的聖誕裝飾 我們都可以和大家參觀一下這些新的聖誕裝飾 感受一下這裡的聖誕氣氛 由停車場走到這個位置 入口已經是很多這些聖誕樹的裝飾 這個聖誕老人都大陸沒有 好了 我們就走到這個 food court 那 food court 其實大家都看到 都已經是裝修過的了 因為這個 low hit mall 都很久歷史 都比較舊的一個 shopping mall developer 都已經翻新過一部分的商場的範圍 那這個 food court 就是其中一個範圍 大家都看到這個美食廣場就有一些很大腦的食物 一些壽司 賣壽司的地方 都有些連鎖式的餐廳 吃咖喱啊 或者是燒雞的地方都有 今天我們就不是來吃這些連鎖式的餐廳 大家也可以看到有些什麼食物 今天我們來的目的就是在前面 就在前面這個位置 就開了一間新的新加坡食物 其實這間餐廳在溫哥華 他們有一間不是實體店 是一間很大的餐廳 這個是一個express 可能有些產品 他們這間會沒有的 但大部分人都喜歡吃的東西 我想很多人都有 那好啦 我們去點東西 好不好 但一個印象 對於這個美食廣場 我覺得是比起其他的商場 例如好像Metrotown那個mall 好像都漂亮一點點的 可能今天是平行日 也不是說人樓也不算很多 都是有幾台客 很容易就找到位置坐了 我覺得這個商場就很光猛 因為我記得我們去Coculum Center 那個就比較暗一點 可能他們現在都還在翻身 Metrotown那個都很光 但是就像你這樣說就會舊一點 那你這裡就會看到很多綠色的擺設 一些燈啊 或者是整個環境都是很開揚很舒服的 那這個東西響了 那你現在去拿東西吃 剛剛我們就拿了一些東西吃回來 那so far呢 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我們點了三樣東西 就是海南雞飯 那沙 還有一個chicken puff 那total呢 所有東西加起來呢 就連稅呢 就是31個多左右 那掛錢呢 我覺得都算 比香港都肯定是貴的啦 但是我覺得呢 在加拿大就可以接受啦 那食物份量方面呢 我覺得是算是OK可以接受啦 看下去呢 那些雞的份量都 也不是說很少 但是又不是說很多 那所以是 可能夠一個人吃 我點了一份的話就 那可南雞飯呢 都有一些雞啦 飯呢 都是油飯來的 那送了兩包醬啦 那就比較有一點點不同 我們香港吃的海南雞飯 是有三隻醬的嘛 那還有呢 他都送了一盒這些 那樣的 好像pickle那樣的東西給我們 那 等一下試一下那個味道是怎樣啦 現在試那個雞啦 就點了這個 他送的甜豉油啦 再加上 這隻少許 我不知道是什麼醬來的 這隻是 但是 他的雞呢 我覺得 你說的味道呢 很出眾呢 我又覺得不是 但是我覺得是很入味的 他又是 你感覺到裡面 他不是就像白斜雞那樣 他裡面都是有很濃郁的 薑味啊 還有一些蔥味 那也是花時間 煮過了 我覺得是 但是不是說 想始終這麼嫩滑 但是他的飯好像有用心煮過的 他的味道是很濃的 有陣 真的薑黃飯那種味 我都現在試一下這個飯 這個飯是 我覺得是做得好的那個雞 老實說 但是我覺得這個價錢算是這樣的 是這裡的 真的 嗯 以Foodcall來講的話 如果給我選 我也會選這間來吃 對 我會吃這間 instead of 那間叫什麼 A&W 我覺得是 食物是很熱的 那我們現在 就是 設完機啊 說了一段 都再吃 都是熱的 那些飯 所以我覺得這東西是挺重要的 現在冬天 最重要的食物是熱的 那這個喇沙呢 都 要有的東西都有啦 有蛋啦 有魚片啦 有蝦啦 那我麵呢 就熬了兩塊的麵 也是 有這個米粉 還有這個 蛋麵 也是 看來份量都是中等 也不是說特別多 那裡面都有很多芽菜啦 那現在我就暫時夾不到他的蛋麵 就有些米粉了 我又覺得不是說真的那麼辣 那現在試一下他的豆泡 豆泡很重要啦 他這個喇沙是好吃的 國南雞飯 還有在香港吃到的喇沙味道是 我覺得有九成次 而且他有兩隻蝦 但是他就一隻蝦就開了兩邊 就變成了四塊肉 之後呢 我們就會吃那個 叫什麼 Chicken puff 去試一試這個 那因為這個是一個小食啦 但是呢 聽人來說呢 常常都很快就賣清的啦 那我們就試一下這個Chicken puff 是不是真的那麼好吃啦 那我們就分開了一半 哇 很明顯有些雞肉在裡面啊 不是那些 即是裡面是空殼的 哈哈哈哈 這個雞批呢 都真的好足料啊 還有我覺得是 聞起來就像咖哩雞批一樣 是啊 好吃啊 這個很好吃啊 一個酥皮的咖哩雞批 其實真的 吃到裡面呢 有雞肉啊 有其他餡料混在一起呢 嗯 還有它那個皮呢 好夾啊 嗯 我也覺得是 還有它的咖哩味不會太濃啦 我覺得是 即是不會掩蓋了一些雞的香味 嗯 這個真的 餓得蠻好吃的 有原因的買得快 這個真的一個不錯的小食 我吃到下面呢 我還吃到一個雞肉啊 應該用了很多香料啦 香味真的很足夠 蘇巴最好吃的就是那個雞批 然後有餅乾 然後就是那個 雞飯 如果它的餅乾沒有那麼辣的話 其實我覺得應該都挺好吃的 因為我覺得它的材料也很好 那個麵呢 其實那個彈性呢 都挺好吃的 就是那個煙暗度呢 不會太軟或者太硬的 所以我們剛剛就吃完那間新加坡的食物啦 你覺得那個感受是怎樣呢 我覺得 那個飯呢 即是海南雞飯真的是一半啊 如果你 可以選擇的話 我可能會去遠一點點 那個區鎮中心有一間呢 附近呢 有一間叫新加坡哈克的那間 我覺得那間更好吃一點點 即是 那個可能的口味是適合我們吃多一點 我也覺得是 那間的海南雞飯應該是 Tri Citys 那麼多地方呢 應該是最好吃的一間 我覺得是 那沙和那間的雞飯飯呢 我覺得那個味道是非常之好的 我覺得是 那我覺得是值得翻吃啦 如果你住開這一間 又想吃東西的話 我都會去美麗吃那間的 那間的雞飯飯和那間的麵 真的OK 不錯 現在很多店舖都做到 很有聖誕的氣氛啦 那我現在一於就參觀一下商場先啦 現在就 哇 這棵聖誕樹也挺高的 那下面呢 有個位子呢 就給一些小朋友和聖誕路人拍照 好像是 哇 現在那些人就開始排隊和聖誕路人拍照啦 現在幾點啊 現在才三點鐘而已 已經這麼多人排隊啦 好啦 聖誕路人呢 準備就和小朋友啊 Family一起拍照啦 來看一下 這間摩呢 我都覺得是 平常走得很頹 但是呢 他們真的很丟本喔 來到這個聖誕的裝飾的時候 我就覺得 哈哈哈 是啊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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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到聖誕節 整個摩裡面 那個氣氛呀 裝飾呀 擺設 那間的 擺設了完全是不同了啦 我跟平時是很頹的 現在是沒有這樣頹的 有一點點是 升級了整件事 今天就帶了大家來我們平常在家附近的一個mall 吃東西和參觀一下 對於mall怎麼變成升級的 很美的聖誕商場 如果你們喜歡這條影片 就給個like 還有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我們下次再出去玩 byebye